谈判代表们已经进入了会议堂,意味着接下来外面的大家伙就暂时可以放假了。 轮回神教的随行人员开始回酒店,他们依旧队列整齐,或许,此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营造出一种不被轻视的态度。 但他们越是这样,秩序神教这边的随行人员就故意表现得越是散漫。 战场上丢失的尊重,在其他方面更不可能拿回来。 对战败者的尊重,那是建立在战败者真的值得被尊重的基础上的。 对于这种,投降文书来得比宣战诏书还要早的对手,真的很难尊重起来。 这期间,还发生了好几起刻意的挑衅,秩序神教这边故意对轮回神教那边进行言语和动作上的嘲讽,但对方并未回应。 因为轮回的人清楚,回应的结果是发生冲突,冲突的后果是被打的一方会被白打,那边战场上的是还没处理好结果,上面的大人物怎么可能在意这种会场外斗殴的小事。 尼奥对自己的队员拍了拍手,道,好了,现在解散,记得傍晚前必须在这里集合,谁都不准迟到。 是,队长。是,队长。解散了队伍后,尼奥走到了酒店门口喊了一辆马车,等到达一处目的地后,尼奥下车,身形消失了一会儿,在出来时,身上已经换上了一套岸岛当地服饰。 衣服是从旁边一家民居里顺的,尼奥留下了一枚金币。 然后,尼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身形再度消失。 他刚刚又回到了那处民居,把一枚金币换成了三枚银币。 接下来,尼奥开始搜寻街面上的标记。 这些标记基本都是以装饰品和小壁画的形式呈现,而且全都融入在暗月岛地方文化之中,不会显得突兀。 尼奥清楚,自己灵魂内的那个他,当年是想着带着追随自己的信徒们在暗月岛安家发展的,为此,他特意着手将光明和暗月岛本土之间进行了文化上的融合,这就是最大的诚意。 找寻到了第一个标记,尼奥开始按照提示进行下一步,整个过程有些复杂,而且还需要接触人。 比如,尼奥来到了一处香烟摊前,买了18根香烟。 香烟是可以按根卖的,因为直接买一整包代价有点大,不仅是在暗月岛,就算是在维恩的贫民区里,散装香烟也很常见。 但一盒烟就20根,买18根和买一盒,并没有什么区别,单论价格,反而买一盒更划算点。 摊主给尼奥一个袋子,里面装着香烟,然后对尼奥说了一句当地的祝福语。 暗月在上,祝您好运幸福。 上面吗?尼奥从摊位后面的楼梯处向上走去,来到一个平台,平台上有一家饭店,饭店今日主打菜写在外面的黑板上,还画了配图。 其实,无论是香烟摊主还是店家,都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暗语和记号,他们只是听从吩咐行事,当然,每个月都会收取额外的报酬。 或许他们也怀疑过,但一旦习惯了,他们自己也会因害怕不敢去告密。 看完黑板菜单下的配图后,尼奥转身下去,走过两条街,来到一家小人鱼馆的门口。 这家店,算是小作坊了,和人鱼剧场完全不能比。 走进去后可以发现里面只有一个个水缸,水缸里塞着男女人鱼,选中了哪一条,直接给钱,就能去旁边那一排小隔间里解决。 人鱼剧场那种地方是有钱人的享乐场,毕竟门票本就很贵,而这种小馆子,则是当地人接触和学习人鱼文化的重要渠道。 老板是个女人,脸上有猙獰的疤痕,尼奥走进来时她正坐在收银台后面剪着脚趾甲。 尼奥站定,老板抬头看了眼尼奥,正准备说出价格,尼奥却先开口道。 有半年前上岸的人鱼吗? 老板放下了手中的指甲前,回应道,那快成鱼干了。 那正好可以省言了。 老板起身,先去洗手,然后示意尼奥跟他进旁边的小屋。 你该戴着面具过来。 第一次来,尼奥实话实说。 外面来的,老板问道。 嗯?那要先做测试。 暗月岛现在除了秩序传教所外,不允许有其他明面上的教会组织存在,但暗月岛的繁荣离不开海上贸易,而越是海上贸易发达的地区,族群成分上就越是混杂。 贝尔纳当年虽然坑杀了那一批光明神官,但他们的思想早就传递和扩散了下去,哪怕官方一贯坚持高压严打的政策,他们依旧顽强的秘密存在着。 百多年的发展,这种存在还扩散向了暗月岛之外,附近一些岛屿上,确实有不少岛民信奉轮回神教,因为轮回的那处圣地就在这片海域,但几乎每个岛屿里,都有秘密信奉光明的信徒。 包括海商、水手,甚至是一些海盗,里面也有光明的信徒。 其他很多正统教会不愿意惹怒暗月岛,所以没有进行明面上传教,至于暗地里传教,成本高代价大效果还很低,所以也兴趣缺缺,基本都是信徒自发式的。 但光明与孽不一样,他们从一百年前就开始了阴影下的生活。 虽然他们是光明,现在却只能寄居于黑暗。 如果不是暗月岛的主体信仰是暗月,可能这座岛早就被光明覆盖了,可尽管如此,这座岛也成为了这片海域的光明传教基地。 尼奥脑海中不由再度浮现出蛇岛上的那个千人坑,一百多年前他们留下的火种,并未熄灭,依旧传承了下来。 这大概就是光明的意义。 黑暗,才是光明最好的生存土壤。 思,我在想什么东西?你要伸手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你怎么了?老板问道,有点头疼,需要我给你拿药吗?不需要,老毛病了。 好的,你的介绍人是谁?死了,他教你认知标记的。 是的,有什么其他讯息可以透露吗?没有。 那现在需要对你做一个测试,请你不要介意。 老板拿出一个掌心大的水晶球,放在了尼奥面前。 尼奥伸手抓住了水晶球,光明的力量释放进去,水晶球开始发光,很柔和也很纯粹。 老板有些惊讶,认真看了一眼尼奥,然后弯腰拿出一副面具递给他。 请你戴上这个。 好,尼奥戴上了这副面具,面具是一张蛇脸,很难看。 再过两个小时,前往街尾的咖啡馆,口令是,天热了。 好的,我知道了。 尼奥转身,走出了这家小人鱼馆。 他真的很容易融进去,不仅仅是因为他熟悉这些标记,根本原因在于他本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光明余孽,且级别非常之高。 百杀作为神使见到自己都要直接喊长老。 没有什么是比柔和的光辉更能证明他身份的了,这让尼奥自己有时候都会觉得好笑,明明心里只有秩序,命运却让他变成光明。 以前,他还觉得有些孤独,一直到,他发现了卡伦。 虽然卡伦和自己有些不一样,他的光明似乎是后续得到的,而且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二者进行了和谐共存,而自己则是纯粹光明。 但不管怎样,哪怕就这一点相似,就注定他们两个之间可以得到一种除开队长和队员关系的另一层信任。 尼奥摘下了面具,走到旁边一家饭店里,点了几个菜,没点海鲜,因为他穿的是本地人的衣服,而本地人不会在餐馆里点海鲜。 一边吃着一边看着窗外的行人,时间很快就消磨了过去。 尼奥起身结账,走出饭店向街围走去。 咖啡馆不大,客人也不多,不时有带着面具或者面巾的人进去,尼奥戴上了那副舌脸面具。 他是真的觉得这副面具好丑,可现在又不可能去定制。 走进咖啡馆,服务生走过来,观察着每个人脸上的面具,确认后再将人向后面引去。 咖啡馆后面有个地下室,往下走,是一个比较大的地下空间,缺点就是有点长,不是方形的,这也是为了保密需求。 尼奥找了个位置坐下,前面有一个小台子,上面放着一把椅子。 知道的,清楚这里是光明余孽的秘密聚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脱口秀表演小舞台。 这时,一个男子在尼奥身边坐了下来。 两个人像是有种互相感应,对视了一眼。 尼奥上次有这种感应,还是看见戴着面具的卡伦时。 不过尼奥清楚,卡伦这会儿还在会议堂里旁观谈判呢,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嗯,这家伙的手也很白,这一点倒是和卡伦有点像。 尼奥觉得,难得遇到一个自己能有感觉的人,得主动说些什么,所以尼奥主动打招呼。 吃过饭了吗? 有些打招呼的方式,不分年代,不分文化背景都是通用的,毕竟吃饭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嗯,吃过了,你呢? 对方也回应以尬聊。 我吃了,就在这条街的海鲜饭店,但我没点海鲜。 是的,这里的海鲜不好吃,可以去集市上买,自己做,我不喜欢重口味,认为这会遮掩海鲜本来的风味。 我一个朋友和你口味一样,他说食物要吃他的本味,这才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 你的朋友是贝瑞教的信徒。 呵呵,不是,他只是喜欢用自然来代指一些东西,他也是光明的信徒,每天都会诅咒秩序之神。 嗯,我明白了,你朋友也在岛上吗? 在的,他没来,我和他之间,来一个就好了。 你们是多久前来岛上的? 刚到,跟着商船来的。 那你们最好小心一点,最近暗月官方在搜捕我们,不过搜捕的效果并不好,但也不能放松警惕。 是什么原因?好像是有一个我们的人闯入塔夫曼将军的别院要进行刺杀,结果失败了,招致塔夫曼将军的报复。 哦,这家伙怎么能这样? 是的,他这种形式风格,就是在坑害我们所有人。 是的,他真该死。 尼奥咒骂着自己,也不能这么说,我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你知道这次聚会是什么主题吗? 尼奥问道,听说是和最近岛上正在发生的那件大事有关,现在应该开会了吧,秩序神教和轮回神教的谈判。 是的,这件事我知道,难道说要召集我们,对这两大神教动手,破坏谈判? 我不清楚,但感觉不是这个目的,因为战争已经爆发过了,我们对和谈的影响也很有限,不可能因为我们在此期间做些什么,就导致两大正统神教的布局和底线改变。 那这次集会的目的是,看,主持人来了,塞巴斯先生,他是岸月岛上的组织长。 一个身材矮小,看样子应该是个小老头的家伙走上了台,他脸上戴着一副公羊面具,面具太大,身材太小,看起来很是不搭。 这时,下面已经坐了大概七八十个人,大家都不再说话,看向台面上。 诸位,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尽可能地让会议进行得快一些。 大家都知道,岸月岛承办了秩序神教和轮回神教的谈判会议,这是岸月岛这几十年来,最隆重的一场活动,比祭祀岸月的百岁轮回庆典都要隆重得多。 当年曾背叛光明的岸月叛徒们,他们渴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跻身教会圈层之中,实现自己影响力的扩散,这也是那位叛徒贝尔纳临死前的心愿。 那个蛇岛一直是一个秘密,岸月岛的人基本不知道这件事。 但光明的信徒,通过一代代口口相传,作为相关方,他们能够清晰地看清楚真相,毕竟屁股坐在这里。 虽然菲利亚斯和那近千人的光明信徒团体一夜之间失踪了,但随之而来的贝尔纳下令清洗岸月岛光明信徒和传教所的命令,几乎就从侧面说明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背叛,背叛,背叛,光明的复兴,再度遭遇了背叛。 塞巴斯先生继续道,所以,现在岸月岛大部分的岛上力量都被安排去了贝尔纳酒店进行防卫,岸月一族可不敢两大正统神教的人出现什么意外,他们舔那些神教的脚趾头舔得可殷勤着呢? 经查时,骨泽水潭里的护卫力量因为这项活动,被调走了一半。 再加上前日不知道哪位潜入塔夫曼将军别院准备去刺杀他失败了,哦,可能那个人现在就在场下坐着。 尼奥马上扭头看像坐在自己身边的男人。 男人回应道,不是我。 尼奥回复道,我不信。 因为那场刺杀,导致岸月岛不得不继续抽调舞者出来进行搜捕,骨泽水潭又被抽走了四个小队。 现在,只剩下四个小队留在骨泽水潭进行看守。 这是百年来,我们最好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一百多年前,我们的领路人菲利亚斯先生,带着一群光明的信徒是乘坐着海归多隆斯来到岸月岛的。 后来,多隆斯以为我们的领路人会在岸月岛扎根发展下来,暂时用不到他,他就选择自我沉睡,被领路人菲利亚斯先生安排封印在了骨泽水潭。 那是一头光明的护法神兽,他的身躯,如同山岳一般高大,他的口中能喷吐出恐怖的熔岩,他是被菲利亚斯先生感化,沉浮于光明之下。 这也是为什么,贝尔纳背叛了我们后,他以及他的后人,都不敢放松骨泽水潭看管的原因。 眼下,就是我们的机会,趁着岸月岛力量人手不足时,我们准备集结一支力量,突袭骨泽水潭。 唤醒那尊沉睡百年的神兽多龙斯大人。 我们的目标,是让多龙斯大人对曾经背叛者的后代进行惩罚。 当然,在惩罚完叛徒的后代后,我们希望多龙斯大人可以回归大海,由他来守护我们海岛上的传教所,再次燃起我交的复兴之光。 赞美光明!赞美光明!赞美光明!多龙斯! 尼奥脑海中似乎有所触动,顺着这个触动,尼奥想到了些什么东西? 现在,我来安排具体的负责计划,我们需要志愿者,我们也只能依靠志愿者,不愿意加入的,稍后可以离开,但请保密。 愿意加入的,现在来我助手这里报名。 相信我!如果一切顺利,就在这两天,你们就将听到从古泽水潭那里传来的来自多龙斯大人的愤怒咆哮,他将震颤整个暗月岛。 尼奥身边的那个中年男子起身,要去报名了。 紧接着,尼奥也站起身,他不是上前去报名的,而是直接翻身来到讲台上。 你这是要做什么?塞巴斯面对忽然激动上台的尼奥很是惊讶。 尼奥则喊道,你们这些白痴,哪怕你们成功攻入了古泽水潭也无法唤醒多龙斯,唤醒多龙斯需要吹响契约海螺,那个海螺现在在贝尔纳的墓地里,是贝尔纳的陪葬品。 只要拿到那个海螺,在距离30公里以内的地方吹响它,多龙斯就会受到感应苏醒。 紧接着,尼奥高举双臂,喊道,我们要攻打的,是贝尔纳的墓地。 害羞的墓地争,喊道,不疑上,不疑上,不疑上的 sacrificing。